歡迎收看前線百分百 我是劉柱華 全球股市今天歷經了黑色星期一 全球股市沙身隆隆 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之前大家還在議論紛紛說 這股市墮入了熊市沒有呢 加上了今天大家一定不置可否了 但是大家不禁要問 這熊市到底什麼時候結束呢 但是你說今天殺得這麼的重 還是有一些個股表現非常亮眼 半導體 車用 網通族群 今天都有逆勢抗疊股 這些抗疊股有沒有什麼共通性 亂世沙盤當中誰能突圍 重點是如果長很多 追不起不敢追 可以往哪一些相對的低檔股來搶進呢 好 說到了在今天 台庫什麼時候能夠止疊 台積電護國神山 當然動見觀瞻了 禮拜四 台積電即將進行除息了 但是今天有個消息 說台積電跟客戶說 接下來這個客戶訂貨的付款期限 要轉區嚴格了 所以今天好多IC設計大廠叫苦連天 誰受害 誰受惠 在今天都要告訴你 好 介紹今天來賓 首先邀請到的是Jimmy Jimmy 你好 主好 大家好 官群歡迎您 主好 大家好 挺好 歡迎您 大家晚安 志遠歡迎您 主好 大家好 黑色新奇 姨媽 今天全球股市為什麼殺這麼重呢 首先台北股市一開盤 隨即給大家一個震撼教育 跳空大跌了三百多點 就一路都黏在三百多點的跌點 一度最重殺了四百點喔 今天中場下跌了三百八十九點 閑閑守住了一萬六千點的關卡 但是這個禮拜守得住嗎 要說在今天大跌 你說賣壓重嗎 成交量今天兩千三百三十六億元 這個賣壓重嗎 還是說今天盤中量還沒出來 接下來還有的跌呢 等一下都要問專家喔 誰在賣 外資在今天賣了四百八十億元 什麼概念呢 歷史以來第十二大的賣超金額 不是只有今天賣 上個禮拜四賣了九十四億 上個禮拜五賣了一百八十五億 算一算連續三天 外資光是在台北股市提款 將近有七百多億囉 當然外資在賣的同一時間 卻看到投信 投信在今天發揮了愛國的情操 在今天反手買進了六點二億 而且投信今天是轉賣 上個禮拜五還在賣超 今天轉賣為買 投信今天買了什麼 等一下要告訴您 好 自營商今天賣了三十點一億元 當然其中扣除掉 當然自營的部位 今天大概二十九億自營商 是在避險的部位喔 好 在今天大盤的走跌 同一時間 三大法人在今天外資賣的 這麼的重 因此也看到全球的股市 亞洲股市今天也都跌得很重喔 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在今天再度的 市首兩萬七千點的大關了 今天中錯了八百三十六點 大陸股市的部分 上陣指數今天在跌什麼 最主要A股的部分 證券股啦 銀行股啦 在今天賣壓沉重 好 當然最近A股有個消息 他說五月份喔 光是很多上市貴個股 下市多達了三十七家 所以它可能有滾雪球的效應 接下來這A股下市的風暴 可能會一波接一波 這是接下來上陣指數 非常值得注意的 香港恆生指數今天也中錯了七百四十一點 還有韓國股市 韓國股市最近在跌什麼呢 最近好多韓國人叫苦連天 叫的一些網購 買的一些東西送不到手裡 為什麼呢 大卡車司機 為了要講求他們的基本薪資 他們說至少要符合基本薪資的門檻 所以為了要講求薪資 他們最近在罷工 今天已經進入第七天了 所以今天韓國股市也跟著大跌 好 當然今天整個的亞洲股市 不只股市跌 匯市也在跌 台幣 台幣今天盤中一度的貶值幅度 超過了1.68角 將近有一個月以來的新高知識美元的部分 所以今天又回測了29.742 對一美元的價位 這個禮拜很重要喔 全球的央行都要開會了 如果說再度的升息 這資金又從股市給撤出去 台幣還有可能再往下扁嗎 等一下要請教專家 好 當然今天不僅僅在整個的台北會市 台幣貶值 日元 人民幣 韓元 今天都大多區扁 到底在怕什麼呢 現在你看到台北股市已經在跌什麼 四大利空 嚇得今天很多投資人一早上起來 300多點的跳空跌點 到底這要怎麼操作 好 第一個 美國的通膨率 上個禮拜公佈CPI指數 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東西真的好貴 通膨現在壓不下來 已經飆升到了8.6%了 40年以來新高 專家說這還不是最高的喔 接下來你可能會看到9%的通膨 9%的通膨 那現在要靠多少升息的幅度 才能把它壓下來呢 第二個是 如果現在一直升息的話 那現在很多的企業 根本基本面撐不住怎麼辦呢 美國前財政部長桑莫斯預告了 他說現在有個很詭異的現象 通膨一直飆高 失業率其實是相對新低的喔 所以大家可以預見的是 經濟衰退兩年之內即將要到來了 好 這可不得了了 接下來禮拜四大家擔心的是 六月份來自於美國的聯準會會議 即將在這個禮拜四召開了 到底兩碼還是三碼的升息幅度 市場不怕離空 怕的就是不確定因素 所以導致於今天大家開始反應利空 當然還有資金大逃殺剛剛談到了 如果說美國現在升息 那資金一定往美元區回去 外資勢必還要進行提款 所以今天看到在台股當中 大型的電子全值股殺身隆隆啊 不僅台積電今天灌破了月線 連八顆在今天的衰退幅度 下跌幅度超過了四趴 台積電也跌了兩趴 還有在今天的鴻海 鴻海的下跌幅度也超過了兩趴 這些股股現在操作策略 等一下都要請教專家 好 電子全值股領跌 再來就是高價股了 因為現在台股的本益比 持續的往下修 高價股最能夠看得出端倪 今天高價股當中 包括了股王的系列 大跌了6.8% 股後信華 今天跌幅也超過了半根的停板 還有很多小散戶手中 有的一些持股 比如說貨櫃三雄 拜登啊 拜登現在把油商 還有把航運商罵得狗血淋頭 接下來他說還要再打壓這些運價 所以今天貨櫃三雄 紛紛都回測波段的低點 長榮跌了6% 萬海陽明分別跌了4%左右 到底怕什麼呢 這個禮拜其實不僅僅連準 會要升息 俊明我們要請您上台來 禮拜四可是全球央行的重要大事 俊明這個禮拜四 央行也要開會 對這個從美國的通膨引到這個美國的升息 那簽證到臺灣的央行也準備做升息 所以這禮拜其實蠻精彩的 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這個通膨所發揮的這個後續效應 那這禮拜當然很多事情 像禮拜二當然有這個股東會 我想從最近來看的話 股東會都非常多 今天跌成這樣大巴的股東會忘記了 沒關係 因為這個是全球股市下跌 這不會被股東罵 如果是只有這個自己的公司下跌 那大家都大早 那就會被罵 所以這個股東會可能稍微安心一點點 另外來看的話 就是禮拜三臺子期結算 那這個結算的一個表現 也可以留意 如果說提前結算之前往下灌壓 或許它是一個多方的契機 對 所以我們到時候我們再來做一個觀察 等一下看一下今天期貨的表現 如何 而外資到底多 但是還有沒有機會 等一下再來觀察 那當然禮拜四是重頭戲 全球央行州 包括這個FED 這個臺灣跟英國 這都非常重要 因為貨幣政策會引導引 這個牽涉到這個各國的利率 會影響到各國的匯率 是 那像現在新臺幣貶值外資大賣 對 所以這一定是一連串的一個效應 那接下來就禮拜五 包括日本央行的會議 那包括這個美股的四五日 我想這個可能都牽涉到這個 牽動到這個臺北股市 能不能在一萬六千點 這個順利的足底 我想這都有關係 禮拜五還有金融股的超級股東會 今天金融股 我們要花一點時間 來跟您探討 不過說到了禮拜四 這重頭大戲 美國央行目前預計升息 兩碼還三碼 我想就是今天利空最主要的原因 到底現在市場的氣氛 怎麼樣預估兩碼多 還是三碼多 對 我們現在講一下 因為上個禮拜五公佈 這個CPI 就發現報表八點六趴 四十年來最高 那在公佈之前 我們拿六月一號來看 我們先看六月一號 六月一號呢 我們看一下這是FED 今年升息的這個碼數 今年總共升息幾碼 本來在六月一號呢 我們看一下 十碼的機率是26.37 十一碼的機率是55.48 也就是說今年 如果說按照這個六月一號的預估 正常來講應該今年全年總共升十一碼 OK 可是公佈這個CPI之後 我們發現這個機率大幅的改變 從原來55.48的這個十一碼 目前最高的機率會今年總共升十三碼 居民之前已經升幾碼了 升三碼 之前已經升三碼了 所以目前為止 現在機率最高的是這個 本來是十一碼 但是這個CPI公佈以後 今年可能總共會升十三碼 所以扣掉之前的三碼 還有十碼要升 對十碼要升 那這要怎麼升 這就問題來了 我們先拿一張這個白表 這個這個白板來看一看好了 我們先來畫一下 比如說原來是三 三跟五月總共升三碼 對 所以現在呢 後面這個FED的利率決策會議 從六月份召開 七月份召開 九月份召開 接下來十一十二月 剩下五次 剩下五次 那本來十一 十一碼要怎麼升 就是六月升兩碼 對 七月升兩碼 OK 那加起來已經七碼了嘛 所以後面還剩下四碼要升 那四碼怎麼升 大家預期的是 九月份可能再升個兩碼 那十一月份可能就一碼一碼 壓力就比較小 加起來就十一碼 而且這個升到一碼以後 可能預期到 明年可能會降息 對 所以呢 可能比如說九月份升完兩碼以後 確定之後 那接下來呢 這個王子跟公主就可以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對不對 因為十一碼已經升完了 好 那CPI公佈以後呢 就變了 你後面還有兩碼要升 所以呢 六月份 我們假如原來這個三加五月 總共升三碼 那六月我假設六月份 七月份我都不升 但現在有人預期說 六月份會往上升 那就還有六碼要升 還有六碼要升 那怎麼升 假設九月份升個三碼 那可能這個十一月份還升個兩碼 那後面還有一碼 所以呢 本來這個預期最嚴重 大概就這一段 這個升息的時間點會往後延 我想這就是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也造成這個股市呈現大跌 OK 所以現在看起來你也覺得說接下來可能總共升十三碼的機率相對高嗎 因為現在氣氛面是這樣子 對 可能在醞釀這個氣氛啊 不過呢 我們當然先從短期來看 我們先觀察六月份跟七月份 那當然有人說這個這個六月份要開始升三碼 或者是七月份升三碼 但是呢 如果我們考慮到另外一個因素 因為我想FED要升幾碼 他都會先釋放一些訊息 對 因為他如果說像這個這個FED的主席啊 這個鮑威爾他已經特別提到了 他可能六月份七月份都升兩碼 好那你說呢 因為通膨太嚴重 我升成三碼 這會造成什麼效果 FED的信用會大打折扣 不能自打嘴巴 對啊 你這個利率決策的一個中心 變成這個亂源 你知道嗎 你原來講什麼就沒有做到 而且我們升息之後 你要造成這個通膨的下滑 貨幣政策基本上至少三個月到半年 所以你不能寄望說二月份這個升息完 五月份升息完 五月份的通膨就降下來 這不太可能嘛 所以你言下之意 六月份升息三碼的機率 現在看起來不高 我覺得不高 大家是擔心後面 那去評判我問 因為禮拜四 我們央行也要召開會議 那大家現在升息的 腳步跟升息的進度 都是跟著聯準會走 對 你覺得這一次臺灣央行會怎麼升 會不會升 會升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圖表好了 我們再整理一下 那臺灣會不會跟這個美國一樣 那我想情況是不太一樣 第一個我們通膨沒有嚴重 我們通膨相對穩 第二個呢 臺灣是以這個出口為導向 所以呢 假如美國升息 我們是慢一點點 我們的貨幣會貶值 有利於出口 電子業才有利益 對 沒錯 那第三個呢 如果我們太早升息 領先升息的話 那基本上會有熱錢湧入 就會造成這個央行打房的困擾 所以他這個央行的動作 通常來講會慢一點點 或者幅度小一點點 那我們前面已經升過一碼了 所以後面來看的話 這一次的話 大概有人預期半碼 那最多也不會超過一碼 但是下半年如果聯準會持續升級的話 那當然央行下半年 還會跟這個FED 再持續做這個升息的打算 那目前來看的話 如果說我們這個升息 小幅的升息有沒有助於 這個資金外逃的壓力 對啊 因為如果說本來利差加大的話 錢就往美元去跑了 對 那我們小幅的一升 可不可以拉住錢 慢慢的不要跑這麼快 美國升的更多 所以基本上來講影響不大 還是要看全球環境的影響 如果說新市場的資金持續流出 那其實這個央行在怎麼升息 基本上來講 我們也不可能大升 對 所以我們升息的幅度 基本上很難 你你補這個利差的這個擴大 所以基本上來講 需要等到國際金融市場 憂慮緩解之後 才有助於這個資金外逃的壓力 你覺得我們的央行會怎麼跟 我們央行通常都是慢慢動 所以半碼可能 我覺得半碼機會比較高 那後面再看情況 志明不管是半碼或一碼 我們也領準會來說好了 兩碼或三碼 我們沙盤對眼下 對於臺股可能會有什麼樣子的聯動 那我想這個第一個是六月份 六月份大概我覺得是兩碼 因為之前已經提到過 你不能突然通膨一公佈 馬上就轉彎 這個轉彎幅度太大 大家會受不了 所以大家預期的可能是七月份 那七月份因為之前這個鮑威爾 已經提到過 他大概六月份七月份都是兩碼 那我覺得他應該會先觀察一段時間 而且我覺得剛剛就提到 其實聯準會的 他的一個貨幣政策 他的有效性跟這個市場的信任 我覺得非常重要 你不能只顧通膨 不管信任 所以你後面的一個情況 應該後面再來想 再來說 所以我們先來分析三種狀況 比如說七月份 七月份的動作是什麼 那他原來講是升息兩碼 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多 對 那升息兩碼的話 機率我覺得相對是比較高 那這種情況下 其實美股可能會來回打底 因為美股其實已經快破底了 OK 那所以可能破底彈破底彈 慢慢地逐出一個底部 來回打底的意思是說 還有可能再破底 然後再彈上來 對 沒錯 那臺北股市其實理論上講 我們的位階其實是比較高 因為我們離低點比較遠 我們要破底的這個空間 是比較多一點點 給我來個臺股目前的大盤位置 好不好 如果接下來美股持續的來回打底 還會破的話 機率你認為臺股會在這邊主底 如果說美股只是破底就彈的話 其實臺股應該有機會在一萬六附近 那當然一萬六附近 不是說一萬 今天已經很顯了 只差幾十點 其實這個已經算很厲害了 因為我們早晨在研究 你看這個空方用多少的力量 把臺北股市往下灌 我們算一算 還能夠撐在萬六 撐在一萬六 這個這個空方力量花了多少 第一個從禮拜四道琼跌了六百三十八點 禮拜五道琼跌了八百八十點 我們剛剛看電子盤 道琼又跌了五百點 你這樣加一加 六百加八百 八加五百 總共花了兩千點 道琼用兩千點的壓力 臺北股市還守在一萬六附近 誰在買 所以這個意思說 臺股其實是很強的 如果今天沒有這些利空 其實臺股早就已經上去了 其實我們用這個角度去想 用另類的思考 這部分倒是給大家做一個觀察 所以我們認為接下來空間 如果是七月份升兩碼 如同預期的話 臺股就在這邊築地 對 這附近 那臺股可能會稍微比美股強一點點 那我們回到這個字卡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剛剛提到 就可能美股來回打底 那臺股在一萬六附近 當然一萬六不一定是守一萬六 比如說一萬五千八 一萬五千七 反正他就不破底 那如果假如FED大動作 七月份升息三碼 但我認為是機率比較低 那美股可能會破底大跌 因為這個超乎大家的預期 因為大家就怕不確定 而且怕這種超乎預期的事情 那如果說美股破底大跌 那臺股當然會測一五六一六 來一五六六 我們看一下大盤一五六一六的位置 目前可能就前提 而且甚至於假設這個跌破的話 要重新再探底 探底可能就是在這個去年疫情 這個疫情的時候 那個是一五一五九的位置 所以如果這個機會 當然是認為比較低 那第三個是加速縮表 因為從六月份開始聯準會開始縮表 對 那有可能縮 比如說一個月四百七十五億的這個美元 他本來說三個月以後會調到九百五十億 這個比較嚴重 那縮表的話 他直接是賣出債券 那賣出債券就債券價格大跌 殖利率會大漲 那接下來美股一樣是破底大跌 那臺股當然會測前低 你覺得哪個機率高 我覺得升息兩碼機率比較高 因為我覺得聯準會還是要顧住他的面子 他的面子比通膨重要 那後面怎麼樣 我發現情況不對了 我再來升息 我升多一點點 你可以理解嗎 因為這時候如果升三碼 我覺得市場上會怪你 你市場又大跌 對不對 這個通膨那麼高 這股市又大跌 我又沒賺到錢 那你這個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OK 對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是維持這種機率比較高 那我就像臺灣的話 我也認為是說升半碼的機率比較高 但他們是屬於鷹派 我是屬於鴻派 來問問看 居民請先回座 我們來看他們有多贏 關心你認為這三個沙盤推運 你覺得哪一個機率比較高 我覺得第一個比較高 因為畢竟包我都已經講過了 就是這兩個月可能都是兩碼 但是可能接下來下一次 就是說這個 7月喔 7月喔 沒有錯 所以這兩個月 6月可能是兩碼 7月是兩碼 那接下來可能9月份 可能是3碼 4碼 這都說不定 因為他既然已經承諾了 兩碼就是兩碼 畢竟通膨壓不下來 老實說這跟油有關係 跟很多東西都有關係 也不是說聯準會能夠一次升到底 有什麼用 除非他真的是一次升到底 一次5碼6碼這樣一升的話 美國整個經濟整個打垮了 那通膨理論上就下來了 所以拜登現在顧面子 我們投資人不用顧銀子 秦豪怎麼辦 你覺得三個哪個機率高 我認為升息三碼的機率是高的 你覺得升息三碼 你原來你就是 居民講的那個超鷹派 人家知道 因為八月不開會嘛 所以你等於是說 如果有任何相關的利空訊息的釋放 是越早釋放越好的 為什麼 因為美國11月份還有中期選舉 所以當然如果能夠讓股市 有一個主體的位階 後續在第四季反彈 當然是現在殺得越低越好 那另外一個是市場預期 其實各位可以發現 我們過去所看到的聯準會 不管是縮表 還是升息政策的釋放 他基本上都是符合市場的預期的 每一次都符合 那我們現在看到 七月份的升息預期 其實升息三碼的機率 市場預期已經來到五成 兩碼僅僅只有三成 四碼還高達一成五 什麼意思 市場自己都已經感覺 預判七月份的升息力度 會加是加深到三碼以上 所以聯準會依循著市場的預期 來進行升息 我認為不過分 志願你覺得呢 這三種情境 覺得哪個機率最高 我覺得是一加二 什麼是一加二 一就是說升息兩碼 升息兩碼 升息兩碼 因為我認為就是說 鮑爾的跟這些聯準會 管理的信用資產 就在這裡 如果他打破的話 那以後聯準會講的話 可能就沒有人要信了 我覺得這個是這樣子 那如果他升息兩碼 我覺得最重要是在九月份 如果六月七月 各升息兩碼 九月份原本他在講說 有可能考慮暫緩 升息這個動作 那麼就沒有 這樣的一個存在性 所以就壓到九月份 對 因為鮑爾沒有說 我九月份不升息 他只說可以再重新考慮 那如果說那個時候 通膨還是壓不住的話 那我覺得九月份的話 再升息兩碼 甚至於三碼的機會 就會很高了 那現在沒有必要的原因 是因為說就算是七月升息三碼 難道通膨就會降下來嗎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CPI最重要的成本 包括房租 包括食品跟這個飲料 還有能源 這三大項其實沒有一項 房租也在漲 食品也在漲 能源也在漲 沒有壓下來的情況之下 很難壓住CPI 這不是多升一碼就有用的 所以我個人還是認為說 會升息兩碼 那麼結果論的話 一加二 二就是說 我覺得美股 現在破底的機會真的蠻大的 那麼台股受到這個美股的拖累 你看外資的賣盤 台積電就算是整個業績再好 其實都撐不住外資的一個賣盤 市員說台積電就算業績再怎麼好 也撐不住賣盤 來看一下台積電的開線 台積電 也是大型全市股當中跌幅很重的 最重要是這條綠色的月線 台積電今天挑空大節就灌破了月線了 但是禮拜四不僅聯準會要升息 央行要進行利率決策會議 禮拜四台積電要除息了 也2.75塊錢 台積電今年除息行情怎麼看 等一下問專家 還有如果在接下來大家認為說 不管是7月還是甚至於9月 那大盤現在已經這麼的空了 熊市要維持多久 熊市的操作策略 如果接下來有遇到反彈 哪一些要先跑 庭號告訴大家 熊市的操作策略是少賠 這比牛市多賺還要重要喔 所以接下來如果有反彈 哪一些資產要特別的小心 休息一下 3號告訴你